新的一年要有新的希望 居家环境也是一样 平常大家房子住久了 很有可能会出现漏水 或者是重重危机 影响到房子的美观 那这个时候就要靠 优秀的室内设计师来帮忙 所以今天就要带大家去看一看 老屋也可以变得 焕然一新的神奇魔法 我们现在就要为大家 来访问到李总监 总监你好 我刚大概逛了一下 发现完全看不出来 这是屋龄40年的房子 它之前一进来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一些缺点 但具体方面就是漏水 跟白蚁入侵 但在看细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天花板气 是非常矮的 所以我们在刻印创造一个双斜面 我们的光源是做一些 比较柔和的建造光 它建造光又与一般的脸部不一样 我们是做斜切面的建造光 这种光源会让整个环境光 它是非常柔和非常舒服的 甚至它不会产生所谓的阴影 所以我们在听音乐或看电视 或跟家人在聊天的时候 这个环境是很舒服的一个环境 你不会被很赤眼的光线给吸引住 或者是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客厅的部分是不是还有收纳 跟这个影音设备的小细节 在影音的需求部分 那个屋主原本 它就有它自己的一套音响设备了 那这套音响设备 它是那种木质音箱的 它也舍不得丢掉 所以在这个空间上呢 你注意看那个影音的部分 我帮它保留了它最喜欢的那个 木质音音箱的喇叭 左右声道 但是我们把其他的后置的部分呢 把它整个把它放在天后板上面去了 那实际上这样的设计 跟音响公司做配合产生出来的音效 也这样的方 这也符合屋主的需求 总监我们现在来到厨房啊 这个设计真的蛮特别的 而且中导好像也是特别的长 那是不是就是配合屋主来做设计 厨房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也是算是家庭互动 可能是最多的空间吧 而且他小朋友对料理非常有兴趣 所以对于那个厨房的细节 非常的重视跟要求 只要是水槽的部分大概都是100公分高 因为男主人跟儿子的身高都蛮高的 所以为了要符合他们的高度 能去做这个调整 厨房板沿用的客厅的这个元素 是做斜面的 也就是说斜面的话会一个高点一个低点 然后低点是从大梁这边延伸到高点去 高点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创造一个冷气侧吹的部分 侧吹的话就它相较于冷气下吹来讲 会比较缓和比较舒服 所以他就算在这边热潮的时候 你也不会感觉到热 而且他在这边通风性非常的好 设身处地的为屋主量身打造专属的住宅 每个细节都体现设计者的创意 地球作品可以更加贴近居住者的需求 丰富他们的生活 李俊翰设计师擅长居家商业以及医疗空间的设计 他也以电脑完整的模拟空间设计 缩小彼此认知上的差异让成果可以更加符合客户的期望 是 因为我们公司在医疗空间呢 其实设计非常多 然后每一个医食要求的这个风格呢 也不尽相同 像这个医美诊所它的挑战就非常的大 因为它是以西班牙金融师高地的一句话做开场 上帝创造曲线人类属于直线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完全看不到一条直线 那这个曲线呢它又不是2D的 它是3D的曲线 就是模拟人体一样 是属于3D的曲面 某一个部分来就像医师在 医师就像上帝一样好了 它可以改造一个人的形貌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句话的一个意义 来形作这个空间 整个感觉 所以这一段动画的模拟呢 所以非常的下功夫 因为必须让业主知道说 它完成的样子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达到 因为它也很害怕说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特地那时候特地在剪 做施工之前呢 做一个这个动画简报拿来看 让它可以放进说 到时候完工样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影片也包含施工中 跟完工后的一个模样 可以做一个对比 所以它是虚拟的 在施工中跟完工后的一个呈现 而一个空间设计里头 材质的应用可以创造出多样的面貌 对于专业的设计师而言 各式各样的材质就像画画的颜料一样 可以依照不同空间的特质 会创造出令人惊艳的效果 我举例来说好了 像我们现在桌上的这一面 人造石的这一个所谓的会议桌好了 它是西班牙皇室专用的这个人造石 它为什么我会选择它呢 因为我觉得它是 第一个它的特性是它是超奈米的 超奈米基本上就是它没有所谓的毛系统 我们在用在所谓的医疗环境 或者住家也可以 在台面它是非常好整理清理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桌面 我们真的拿那个油线的麦克笔 在上面涂鸦 都可以很轻易地把它擦掉 然后它材质本身呢 它的延展性或它的可塑性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它在 应用在医疗空间内的话 无论是所谓的手术师 或者是工作台面 都非常好使用 李君翰设计师 累积多年的视野与经验 不断地为设计注入新的思维 他也将持续以创造美好 成就美好的理念 牵起人与空间的微妙关系 历造每个永恒的经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